包括口罩、抗菌疫、防疫、健康茶包等防疫相关物资摆上共作 当作普渡公平应有尽有 由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最近不断示警 8月底9月初可能有另外一波疫情将再度流行 位在七堵区六堵地区奉寺主神三公主娘的地方信仰中心 基隆慈奉公 特地准备许多庙方独有的物资普渡公品之外 更包括有口罩、抗菌疫、防疫健康茶包等防疫公品 大家的身体健康都受到影响 四农工商经济都有所影响 所以今天三公主娘特别指示 我们要祭拜 就如同看到的我们的防疫口罩、防疫茶、防疫抗菌疫 意思在于说 祈求全国的民众 我们身体健康赶快疫情远离 大家的生活经济好赶快步入回到生活这场 应邀前来参加普渡的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也对于庙方的用心感到肯定和支持 用我们的防疫包、防疫茶跟防疫口罩 那除了那些该准备的四征、雷果还有一些离离来祭拜之外 那显得很有意义就是这次的防疫 防疫各项目是比较不同 那也祈求我们这个疫情赶快远离我们这个全球 让我们全球能够过个正常的生活 那可慰在这边也除了感谢我们祠凤公 长期来对我们地方公益活动热心的参与之外 尤其这一次中原普渡也比以防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结合我们防疫的各项防疫物资的贡品来祭拜 我想这个非常贴心 慈凤公在普渡之后将把防疫物资和民生物资分送给信众 也提醒大家持续做好防疫工作 因应下一波可能的疫情流行 祝疫情赶快远离全球 祝大家平安吉祥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